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代表我们国家09年拿过世界冠军泰拳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吧 好了 这边就可以减轻一下压力 因为为了拍婚纱照就想要好看一年 然后就去坚持 但没想要坚持就很喜欢见识 在72小时的相遇中 倾听他们的讲述 我们选择了健身人数会比较多的周日开始拍摄 可是处在夏末初秋的上海 雨水频繁 拍摄这天正好就遇到了下雨 本该热闹的健身房变得稀稀拉拉的 我觉得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说 年轻人的压力都很大 工作的压力也很大 不管是老板迫你了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 你都会时不时地去加班 这就导致了你生活和工作不是很平衡 近年来城市白领的健康状况颇受关注 频频建筑媒体的报道 也提高了白领的健康意识 你一周来几次啊 一周来三次啊 能抽出出来时间吗 我觉得还好了 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会OT啊会怎么样 但是还是要尽量地调整 因为身体是一前是零 你有再多零都没用 如果前面没有一的话 所以我觉得还是健身身体比较重要 我们健身为了什么 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健身理由很简单 就这杯子不像在做好胖子 人家跑到尼泊啊 不通一下跳到水里了 对吧 五学在的吗 敲降落伞 师傅说 等着我给你找个清点的教练 这样你们俩平衡一下 我以前一百九十六 这家位于商场七楼的健身房 已经开设十二年 今天下雨 来锻炼的大多是健身房的熟面孔 您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 我到这里来正好十年了 十年了 从六八年开始到现在 我的运动就从来没健当过 老师 我到这里跟你们 在那里有级好 我是桑米 都在那里找找 我认为这都在家里 这都在家里有很多 我去找一家 我去混在这儿 我哎呀 你很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得愉快一点 将长一点 尽量不要在床上过儿子 您今年多大 和共和国同龄 下午健身房的器械区 慢慢聚集了一群年轻人 一开始多重啊 一开始的话有104公斤 有高血脂 三高 比较胖 左度的话比较累 现在呢 现在80公斤 再帮我拉一把 再帮我拉一把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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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帮我拉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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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当时怎么选择 摔胶这项运动的 因为我爸希望我去 从事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去了 刚开始练的时候有兴趣吗 没兴趣 真没兴趣 因为我确实比较喜欢 去玩这些器械类的东西 相对于就是 摔胶这种竞技类的 我感觉这样子 待在健身房里面 突出汗 反而会更好一点 可能会更熟 吃 好了 我是觉得 锻炼能够让人就是 就学地的压力 就感觉没那么大了 另外以后就有人很放松 再去上课就觉得 没那么多包袱 你在国外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健身 让你在国外生活上 也有一些不一样的道理 有 就是 融入别人的圈子更容易 那么欧美人就是讲究锻炼 他们觉得 读书是一方面 人的那个 身体很重要 这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小孩下课都是去学校 读习班 我同事 我公司很多老领导的同事也是 小孩下课就是去读习 锻炼也不多的 那我们 就是你 您在那间统计过 国内 锻炼的人就是说 中国锻炼的人有多少 就已经很少了 再从这个中间再去抽 能锻炼几年 坚持下来又是很少 像我们这些练了这么久 都已经是百分之一的人 所以你就能说明 这是 还是普及度不够的 这个也有文化差异 毕竟你说 国内的话有些 对于锻炼的话 有些就是说 好事也不加分 对吧 就是说你练得再好 你身体觉得自己很漂亮 就练得很开心 因为父母觉得就没有用 这些年轻人 每周固定的时间 出现在健身榜 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变成了生活中的朋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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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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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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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日晚上六点 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型号 可是健身房仍然有一些健身的铁杆粉丝坚持来锻炼 今天下雨还过来 对 时间一定要固定的去健身 不管下雨下雪 就是如果几天不练的话 感觉会再练就感觉人会比较疲惫 所以要坚持 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条件也还可以嘛 然后我的四肢也比较纤长 我自己就蛮想就是练成唯蜜那种身材的 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觉得坚持的话会一定有效果 因为下雨 这个周日来健身房锻炼的人数还不到往常的一半 拍摄第二天是个工作日 早上商场还未营业 但是七楼的晨练早已开始 所以我家 middle值节目 现在是火热的 就加约五十月 跟早上上商场 就加约五十月 我家里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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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习 говор 我家里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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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众 我家里有时候 这个歌我好像就是在农村里面 就最喜欢听这样的歌 以前在农村待过是吧 我插腿路不带 在哪里啊 在江西 本来是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的 像我这样这个小个子 跟农民送公粮 他们挑一百五 那么我就挑了比他们轻一点 那么起码就是一百三 挑了以后就不停的 其实是挺苦的 当时年轻了 身体好 脑子里面也没有什么想什么 什么都不想 很纯真的 如今当年的小伙子 已过耳顺之年 曾经吃过的苦 都变成了回忆 留在了记忆中 虽然是插腿路不短档的这个八年 在我们记忆的生存 永远抹不掉 太深刻了 一九七九年 从江西回到上海后 他成为了一名公交车司机 一开就是三十多年 今年他六十五岁 早已退休 每天带着口琴和笛子 到健身房锻炼成为了他的生活习惯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退休了以后 只身是有只身符 我们好好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 趁现在还可以走得动 外边玩玩 锻炼锻炼好身体 享受自己生命的作用 现在六十几岁不算大 也不是现在的寿命多长了 就是个重念 好好抓住青春的尾巴 还是个眼圈 早约起来 中午十二点 健身房的人多了起来 许多附近上班的人 趁午休时间出来锻炼 过两个多时 在附近上班吗 对对对 就在后面 利用午餐的时间来健身 中午只有这些午休时间 五一小时左右 我们看到一个 一直在一边 静静地做拉伸运动的人 健身的话 从17岁的时候就开始 现在的话 因为自身免疫系统 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觉得想请教练 帮我来恢复一下 2016年22岁时 他被医生诊断出 免疫系统疾病 禁止他从事剧烈运动 因为之前也是经常在健身的嘛 那突然跟我说不能健身了 那我觉得是挺难受的 但是医生也说 在你如果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 你可以适量地去动一下 那我说他不让我跑步 那我走怎么行 对吧 放松放松 做出这种静态的这些拉伸 至少你肢肉不会去退化掉 退化掉的话 你身体会越来越差 所以说我还是过来 总会在坏的情况下 总会要往好的地方走 就是这样子 你现在保持什么样的频率来说 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 只有两次左右 如果等以后 如果状况会更加好的话 我会频率再加快 或者是把运动量再往上增一点 就循式渐进吧 一年不行两年 因为我现在还年轻 如果现在就已经放弃掉自己了 那就完蛋了 谢谢 中午短暂的高峰过后 健身房恢复常态 在健身房的私教区 每一个穿的拖鞋断变了 上来呼气 精细过去 我今天看到你鞋子都没有换 今天是 因为今天上班 然后没注意 只要下雨嘛 下雨鞋子容易撕 所以我就 我是那个送外卖的 然后这样 小伙今年28岁 老家在安徽邦国 之前在饭店做配菜园 因为送外卖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所以改行送外卖 送外卖 就是骑电名车 像这种雨天会有 雨天好啊 雨天淡的多 价格也高 然后很多人有着懒了 他都不高兴送了吧 然后下雨嘛 因为不方便还慢 然后很多客户 他会加小费啊 对 然后平台也会补贴一点 肯定比平时要收入多一点 但是雨天骑电名车会有危险吗 有的 我们同事经常有出事的 就是碰啊 然后撞到人家车了 或者红尾灯啊 他闯红的灯 有时候会碰到 反正都比较忙 就是高温期的时候 都特别急嘛 然后接单的接的多 对不对 因为价格高 都想多送点顺路的 然后特别着急 然后跟拼命似的 真的跟打仗一样 那个节奏太快了 就好像会超时嘛 因为时间短 超时就扣钱了 所以 反正自己就是尽量少接点单子 对不对 少接点单子 然后稳一点慢一点 对 反正前不是一天 两天 准备应该是这样子 更多旧品 我还穿着脱鞋 没关系 小伙平时主要的送餐区域 就在里面广场附近 两个月前 趁着健身房促销 办了一张卡 因为很多器械不会用 还购买了雨节课 今天因为约了教练上课 所以送餐高峰时间一过 他就来了健身房 下次可不能穿上鞋了 你怎么想着要过来健身 因为上班嘛 就是在这边上班 天天就是缺乏锻炼 因为我们天天起车子 就是很少锻炼 缺乏锻炼 感觉自己体力各方面 精力不是太足 虽然办了一张三年的健身卡 可是他不知道 未来的三年 自己是否仍然留在上海 有计划回家吗 有呀 就比如说 我家里孩子三岁了 上月儿园 我老婆在家里 本来我老婆也在这边了 然后就小孩大一点 最好有个父母 有个单亲 在家里带得好一点 然后我老婆就希望 我明天明年 他像说的 明年最好在家里 一家人在一块 今天上下班 能回到家里 下额收拾 您今天已经锻炼了多久了 一个半小时了 每天都这样的频率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 每天总是两小时 两个小时 阿姨今年58岁 十年前开始运动健身 你有带着家里人一起锻炼吗 有啊 外申女在里面 我们家姊妹两个 只有这个宝贝 其他没了 我没孩子 妹妹的孩子 这些人 在家里来 对哪里 刚刚开始 什么 下颜色 她没了 她没了 她不在家 她不在家里 就在家里 就在家里 她不在家里 她不在家里 那么 今天 这些人 军事 没有了 没有对哪里 以前都快要平了 就是脂肪肝嘛 现在指标很好 最近他们单位又 就是体检很标准 所以家里人都很开心 1 2 3 4 OK 很早就开始锻炼了 我是最近一年才开始锻炼的 他说他之前还劝过你锻炼 对之前自己没这个意思嘛 因为人有时候很懒得 你还没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你没有查出来有什么 不利于自己健康的时候 人是不愿意去改变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惰性的嘛 你只有到很紧迫的时候 要威胁到你升起了 或者你有可能会患什么疾病 什么脂肪肝等等了 人才会紧张起来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 因为一开始我是 抗拒来这里健身的 因为我觉得健身很累很苦的 现在现在从心里面讨厌 抗拒到没办法坚持 到我现在养成了一种习惯 我不能说我很喜欢 但是每天如果我不来健身 我不出一身汗的话 我就会觉得有点难受不习惯的 现在她和姨妈经常一起结伴 来健身房锻炼 运动健身已经成为了 她们共同的生活方式 拍摄进入第三天 天气终于放晴 这天刚好是周二 据统计 一周中来健身房锻炼 人数最多的一天 就是周二 最多的时候 一天有1300人来健身房 就你现在看到我这样可以做这个动作 原先这个动作我是不懂的 这他们是说你把背夹起来 我说什么叫夹 就是不懂 然后后面如果有个玻璃 你让我平放就是放不上去的 所以在他们眼里我跟废墟差不多 她曾经是一名创业者 拥有自己的培训学校 忙成为一种工作习惯 最忙的时候有多忙 最忙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早上八点半进场 开始培训 到晚上六点半出场 晚上达姨 到十点半到十二点之间 我睡觉第二天还是这样的时间 进场六点半出场的时候 去赶飞机赶到另一个地方 每两天换一个城市 你想想看 连续六十天不过 就是会比较吓人 到最后就是晒不到太阳 每天连吃饭的时间 都不太能够保证 高负荷的工作 忽视了身体曾发出的预计 2010年一场大病 让高速运转的身体 不得比停下来 对我也觉得 我以前是六十条的心肠 到一百二十七常态 那个急救的那天是一百四十多 一分钟 反正突然又掉下来 就是说你 很难讲身体里面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说 有一种很深刻的剧痛在里面 之后他经历了一段 漫长的痛苦的痛苦 现在他已经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 因为这次的经历 他开始对健康产生了兴趣 还成立了一家健康咨询公司 如果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些 你便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那么一样的 如果没有身体那么摧微过 那么衰败过 我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我这一步步爬起来的 这种重新获得新生的这种喜悦 还有从中得到的教训和觉醒 我就不会那么早的时候 就开始关注生命的问题 那么你关注这个问题 开始学习 就有可能救到自己或者是别人 周二晚上八点半 有氧搏机操吸引了众多附近的上班族 他们中有的人 在一个小时的课程之后 仍将回到格子间中 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临近关门的时间 仍然有人在锻炼 你好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健身 因为工作的原因吧 对 然后上的是朝九晚五的班 然后晚上六点钟下班回来 然后估计还忙一些工作的事情 然后我一般的话 是在八到九点这个时间 你今天是打算健身到 关门吧 现在是十九分 到他关门那一刻 然后再回家 最后一个客人离开时 健身房结束一天的营业 第二天七点 健身房又迎来沉变人满 日复一日 不曾改变 在山地方 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又不顾一切 早在路上 就是为了 累了你的身旁 梦想 再不再前方 今夜经过 好 好 好